另外华联市第四选区国字头民进党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真奇 15号的上午也举办了总部的成立大会 包括了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古拉斯等人都到场来为田真奇加油打气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胜出 进入华联市代会监督市政工作 田真奇在返乡投入公共事务之后 任职与张美惠议员办公室的助理 同时是美情之友会的总干事 在15号上午举行了总部的成立大会上 许多民众都前来表达支持之意 民进党华联县长候选人古拉斯也到场为田真奇加油打气 并表示政治心血的投入会改变花莲市不一样的政治风貌 我再说一次花莲尤其在人口最多的花莲市 需要有不一样的政治的景观政治的地图出现 田真奇在今年绝对会是被看好的新亮点 因为这一股紫色的力量来自田市长一脉相成的力量 还有张美辉议员不断的加持我们所有的团队在今天 包括胡仁顺议员还有这个夏豪杰市长 我们都会一起联手打拼 所以要告诉所有在场的所有的支持者 在今年你们一定要支持田真奇 因为这一股坚强但是温柔的履历 一股正直的力量即将就要进入市民代表会 候选人田真奇表示 从他决定要参选这一次选举之后 获得不少的民众支持 他表示感谢 更相信从身边一点一点的改变 花莲市会变得更好 真奇道散 真奇道散 比较悲观的人就会觉得 花莲就是这样啊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我们距离其他的城市还是落后一大截 但是身为花莲人的我 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被关 我们也不需要接受要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只要我们的想法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变 觉得这样周遭的问题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得到解决的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力量集结起来 去推动有权利的人去做对的事情 那我们的生活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改变 这是我自己最初的想法 所以我决定要参选这次国际里的市民代表 田真奇希望市民相亲能够认同他的参政理念 并且将他送进世代会监督市政 为相亲喉舌 田真奇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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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欣胜花莲市采访报道